大家好,欢迎来到HSK五级课程 我们将通过一起做题,学单词,学语法 每天一题,一起加油吧 请听题 前段时间股票价格跌了 最近又 A涨,B涨,C涨,D涨 好的,正确答案是A涨 跌,涨,涨了,涨了,股票涨了 那别的选项呢,都没有这个意思 股票我们一般说涨了,跌了 好的,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四个选项的用法吧 账 吃多了,肚子有点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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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账 账 账算错了,少了一块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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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还有什么固定表达呢 重要的意思是 查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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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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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欠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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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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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 张 张可以作为一个动词 常常和开一起用 张开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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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张开手 张开手 张开手 我们还可以说张开眼睛 张开眼睛 张开眼睛 好的我们再把这个题读一遍吧 前段时间股票价格跌了 近期又涨了 前段时间股票价格跌了 近期又涨了 前段时间股票价格跌了 近期又涨了 那么涨还有什么别的用法呢 我们还可以说物价飞涨 情绪高涨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句 她气得长红了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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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大家学会了吗 张张张张 千万不要把声调读错了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 再见